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回到高雄 為藍營小雞助選 一開獎就口出狂言 韓國瑜不斷打戰爭牌 企圖恐嚇選民 先前國防部打算在全台各地 興建六處暗置魚叉飛彈基地 強化我國反艦能力 在各地都遇到懶疑反彈 種種言行 讓民眾都覺得荒謬 其實不太合理 你在該射飛彈的地方 本來就應該要射飛彈 很常講那些疑美論之類的 會這樣講 應該也是源自於 他可能對於軍事上 他也沒有那麼了解 國防對我們也是很重要 對 但卻被他說 你增強國防最有可能被打 他的方式有一點在喪失的感覺 不只民眾看不下去 綠營立委也痛批 虧韓國瑜當初是軍系立委出身 如今勸妨案台灣提升國安 大家都知道 防衛隔壁中共流氓的行為 最好的方式 就是提高我們的戰備升級 以及支持國防自主 韓國瑜先生你錯了 千萬不要站在個別政黨利益的私利上面 妨礙台灣的國家安全 國民黨現在就是打這個戰爭的恐懼牌啦 拿俄烏戰爭 拿現在的這個尾巴衝突 來給大家打招 韓國瑜說看看國外這些戰爭 凡是有彈藥庫的軍事要塞一定被打得很慘 所以現在國防部說要在左營這邊設置有關於這個魚叉飛彈的陣地 韓國瑜帶著李梅珍第一個跳出來韓反對啦 來智勝老師怎麼樣看 是先講第一個根本的問題 韓國瑜拿這個俄烏戰爭 拿尾巴衝突來看 只有一個問題是 是誰要打誰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韓國瑜總不去講 中國你窮兵毒武 你整天拿著超過1000顆以上的導彈對著台灣 想要併吞台灣這件事情 先要一於譴責才對 今天如果沒有這樣子惡鄰居的話 我們部署什麼的戰備 基本上那是一個國防自主的一個狀況 是啊 那就是防衛嘛 所以被打的很慘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你隔壁有人要打你 而且是不分青紅皂白 整天想要併吐你的打你 從來都不講呢 然後我為了要怕被你打 我要自我防衛 竟然會被韓國瑜講成說 只要有彈藥庫很危險喔 有飛彈很危險喔 等等之類的情況 這就是販賣恐懼 販賣這種讓民眾覺得 這個戰爭就在你身邊 這樣子的行徑 這是非常非常惡劣的情況 我覺得韓國瑜 清不清楚左營的整個軍港的狀況 他一定清楚他倦偵出身 他好歹也幹過半年的高雄市場 對不起等等之類 所以他基本上他懂這些東西啊 可是他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的目的 只想販賣民眾的一個恐懼狀狀況 那這是第二個狀況 就是說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國民黨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其實 除了大家 七文八素的藍白和藍白分的問題之外 在地方上 像韓國瑜這樣子 以各式各樣的方式 就是散播疑美論 散播這種恐戰論 讓民眾恐懼的東西 他們是 我覺得是這個非常非常多的 韓國瑜這一次 我覺得只是冰山一角 而且刻意放大 然後我們要新增設的 魚叉飛彈的這種 機動發動機動車的這個基地呢 然後來作為說 這個是會恐懼 會被打 會很危險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東西只是把它 就韓國瑜抓到機會 把它做放大 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 如果我們真的 稍微講一點軍事的東西 是 這一次魚叉飛彈的狀況 韓國瑜又講到俄物戰爭 你要知道 在整個俄物戰爭的過程當中 魚叉飛彈也好 這些東西 這種機動型的小型飛彈 對於反彈 對於當時的反擊 是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那當時這個魚叉飛彈 美國是沒有賣給烏克蘭的 是轉了好幾手 各個國家捐 但是不是美國 這一次我們的購買魚叉飛彈 是美國在軍購案裡面放進來的 而且它是一個機動車的情況 它的目的 就是要阻止 中國可能來的 這種所謂的艦艇 進海的一個攻擊 說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只有不斷的強化自己的國防能力 不斷強化國防自主 才有可能 讓中國他不敢輕易的來侵犯我們 這當然是很清楚的 只有備戰才能避戰 那這樣的情況 美國跟台灣 這麼強烈的軍事上的連結 這麼緊密的合作 就為了要阻止中國的 這樣子入侵 可是在韓國瑜口中 或是在韓國瑜們 可能在地方還有很多 說這很危險 你放在這裡 飛彈就往這邊打 對 這個邏輯基本上 就是想要用這種戰爭恐懼 去恐嚇民眾 不要支持我們的國防 那乾脆你就投降就好了 以後是不是就 都不要有軍事基地 因為飛彈會打過來 都不要有國防營區 都飛彈會打過來 是不是你們原來這些 所謂的眷村 或是所謂的香港軍港 全部都撤掉 台灣通通都不要有國防 因為只要有一點點的軍事武力 人家飛彈就會打過來 你買武器就是挑釁 對 然後你部署飛彈基地 就是討打 那這個作法這個邏輯基本上 當然有人會慶幸一件事情 還好2020年的時候選舉 大家腦筋是清醒 捲筋是血量的 否則想想看 如果韓國瑜那時候當上總統 是不是現在的我們 搞不好所有的營區都撤掉了 因為中共的飛彈會打過來 國防部其實是做了非常全盤的規劃 委員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是 軍方目前的規劃是說要建六座 這個暗制的魚叉飛彈陣地 可能會放在雲林的虎尾啦 台南新中 左營軍港屏東等等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剛才講到雲林虎尾 誰在做主委 來看看雲林縣長張立善 他說我們絕對是 站在全民國防的立場上 一定是全力支持 但是要來雲林虎尾 因為虎尾不合適 他後面講了很多的原因 包括虎尾離岸比較遠 虎尾有高鐵站 有醫院有學校 所以建議國防部要另尋他地 張立善啊不愛 李梅珍也都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這些東西 現在國民黨把它塑造成 很像是嫌惡設施一樣 我想這其實是一貫的作為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看過去幾年 國民黨的立委 或者是有聲量的人士 知名人士 他們對所有的國防設備要增強 其實都是持一個反對的態度 他比如說像之前陳玉珍就是 當我們要在金門 美國要賣布雷系統給我們的時候 陳玉珍說的是什麼 他說的是 蔡總統你要不要在身上 先綁滿了炸彈 再來考慮在金門設布雷系統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把這種危險擴張到 讓每個人都恐懼 好像布雷系統一放下去 所有的人隨時走在路上 就會踩到地雷 就會被炸掉這樣 就會被炸掉 這樣的狀況 就是一種販賣恐懼感嘛 那另外呢 甚至是賴赤寶就很明白說 哎呀我們這個布雷系統如果來了 就代表了台灣即將進入巷戰的階段了 這又是另外一種塑造強烈恐懼感的狀況嘛 所以以他們的邏輯來講的話就是 任何增強台灣國防的動作都是挑釁 都是會讓台灣置於危險之中 所以最好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什麼都不要 什麼都不要做 最好我們把現在有的也通通都拆掉 表示我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這樣中國就不會過來了 各位我講到這裡我忍不住想 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在講誰 在講馬英九 大家剛剛在講馬英九那一段 對民眾黨等於是舉雙手投降 希望國民黨內自己的黨員 不要再攻擊柯文哲了 因為我們攻擊柯文哲就是會 讓兩邊沒有辦法再談合作 任何攻擊柯文哲的行為就是一種挑釁 就是破壞團結的動作 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讓藍白可以和可以下架民進黨 這就是馬英九對不對 剛剛我們在說馬英九原來就是一種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只要面對比他強的人他就直接舉雙手投降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談這一段 我們剛剛是不是覺得這段很荒謬 我們是不是覺得馬英九很可笑 馬英九很卑微 怎麼會連談都不談 連做都不做 完全不考慮增強國民黨自己的實力 面對民眾黨的時候直接就舉雙手投降 可是你現在再回過頭來看 其實我們現在在談中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 完全一樣啊 剛剛如果我們看著馬英九的例子 我們會覺得他很蠢很好笑 那麼你現在過來看 其實柯文哲就是中國啊 其實馬英九現在在說的投降論 跟國民黨人現在如果對著中國直接舉雙手投降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所以如果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剛剛對馬英九的言論感到悲憤 你覺得我們應該要奮發圖強 要面對民眾黨應該是國民黨要自立自強起來 對抗民眾黨不能夠舉雙手投降 那你現在就應該支持台灣的國防系統 民進黨的支持者 如果你剛剛做局外人看的時候 覺得馬英九很可笑 那麼你現在就不應該被戰爭的威脅論所蛊惑 你也應該要能夠看清楚局勢 現在就是一個大家在鼓動你說 戰爭好可怕好可怕 所以你會不會變成你也要反對國防 其實你剛剛看的時候 你哈哈大笑覺得他們好好笑 那你現在就應該看得懂 他現在也是在騙你 你應該要繼續支持台灣 國防自主自強的計畫 所以說實在的 我覺得馬英九的這種投降論 在台灣不會有市場 講到這段我們維園的循環 這樣子還要繼續替韓國瑜 還要繼續跟這個張立善 他們的想法一致嗎 這樣子有辦法買單嗎維園 首先韓國瑜講的是這個高雄左營 這個在裡面真的選區 那當然我們知道左營有軍港 老實在我當兵也在那邊當兵 那因為現在講到這個魚叉飛彈 他是反艦的魚叉飛彈 那如果真的兩岸發生戰爭 我們不要看其他國家 兩岸最容易發生戰爭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如果對岸的軍進要來的話 他們首先第一級的確是要把一些重要的國防 方式打掉 包含轉艦型的魚叉飛彈 因為他最具威脅性的嘛 所以當然你說 按照韓國瑜講的 他的邏輯是沒有錯的 就是說當然是重要的火藥庫 或重要的這種飛彈的基地 當然在第一級的時候容易被對岸 或敵意義的這樣子一個對方 給他摧毀 那老實講 左營這邊是因為過去歷史的發展 就是從軍港 開始外面發展 包含他的一些國貿新村 然後包含整個這個群聚的聚錄 他的確也離居民去很近 但是左營 我講實在話 今天即便沒有反艦飛彈 沒有魚叉飛彈設施在那邊 大概第一級 可能那邊還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的 被針對一個對象 那當然這個 我知道這個地方 包含其實我們過去很多 不管你譬如說 假設我們設的發電廠 不管藍煤或核電等等 對全台灣有利 當然有利 但他同時也的確是一個 比較偏0幣設施的東西 對於在地的居民 當然會有些恐慌跟反彈 所以因為這個 為什麼會有左營的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過去在這個 他招商過程當中 有些廠商把這個列上去 那在地居民擔心 然後包含裡面 這是他立法委員的這個候選人 他當然也這個把它提出來 那希望這件事情有討論 但我覺得左營的 左營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但回到這個雲林的這個 當地站的部分 虎尾地方 因為虎尾 老實講現在沒有證實 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也是因為過去廠商有提出的資料 但國防部並沒有明確說虎尾會有 但老實講如果真的虎尾的話 他的確是一個相對比較 沒那麼合理的一個設置方式 包含他並沒有靠海邊 那魚沙飛電 他本身當然他有發射距離 但發射距離大概200公里左右 老實講會盡量以靠岸為主 他類似這樣子 所以當然虎尾張立正會這樣提出來 包含過去沒有一個重大的一個軍事基地 所以當然這個縣長會跳出來 表達他的質疑 我想這個大家也是能理解的 但最後還是講兩岸發生戰爭 或者台灣發生戰爭 其實台灣就是這麼小一個 老實講你設在哪裡 除非你設在那個中央三派 不然大概都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是點出來之後 國防部真的要設的時候 越來越公開透明的話 也是好好跟大家溝通 那我不覺得說這個時候 你都韓國瑜講這個東西 就是真的操弄什麼兩岸的危機牌幹嘛 我覺得他單純是從地方的角度去縮手 韓國瑜喊出說有飛彈的地方 到時候如果真的戰爭 會被打碎慘 這樣子其實的話 是有可能會在地方基層發燒的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主席 我們繼續來討論